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忽视的内在教育 忽视该以何种态度履行你的职责 以及该如何过生活 只专注于外在的教育 无法让你内心得到满足感或成就感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了解做事时 如何正确地运用自信 为什么? 比如,你如果怀着如法的发心 或许是为了你自己 今生之外的安乐 或他人的安乐 去工作 那么,无论你做什么 都变成安乐的因 下一世便能有好的转世 拥有善许身 更好的是 如果你有菩提心的发心 为了一切有情的缘故 决心成就无上证据 那么,秘书的工作 烹饪或其他任何工作 都变成一切有情 成佛的因 所以,你可以了解内在的工作 如何应用你的心 行为如何发心 远比外在的工作重要 因为,他决定了你所做的事 会变成乐因或苦因 教导如何正确运用你的心这点 正是我们在学校、课程中所遗漏的 学校、学院或大专院所 并不教导如何明智地或生活 因为,你工作会得到报酬 所以,显得好像是乐因 所以,显得好像是乐因 因为,你工作会得到报酬 你也相信,你也相信它是乐因 由于你是出于世俗的动机 被亲身的贪执而做 无论你把工作做得多完美 多纯熟 或赚了几十亿美元 事实上,你做的工作 永远不可能变成乐因 反而,不断变成苦因 其实,你的工作只是获得薪资的助缘 你能获得薪资的主因 是你过去,借由慷慨布施他人 或供养贵一三宝 其他圣物等等而造想的善业 也只有借由之前所造的善业 你才能得到工作 工作本身 只是你获得报酬的一项助缘 这样你就能了解到 你所欠缺的就是业如何运作的教育 在世界各地 你都会发现 有人从没在学校或大学里受过教育 或终其一生 连一天都没工作过 但却极为富有 拥有足够的钱过几辈子 这显示 一般认定的成功 有钱 有名望 既不需要外在的教育 或所谓的职业 连一份正规的工作也用不着 这全都取决于业 新的导引 亦或称为新 比较难以形容 它不像身 或与那样容易辨认 不是某种容易指认的东西 没有任何科学家 能够精确 无疑地 定义出虚空的本质和根本特性 然而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心 我们也都无法否认 虚空的存在 无论我们如何深入研究 存在的具体层面 都无法真正找到 任何可以称为新的明确物体 心 主要是认识及省思 自身经验的能力 而不是某种特定物体 我们认同的自我 我的心 我的身体 我自己 其实只是相续不断的念头 情绪 感受和印象等 所造成的一种错觉和幻想 心 之所以被称为真实本性 是因为无人创造之 自然觉知的本性 在佛教明像中 称为明信或清明 有时也称为心的明光 我们无法像 利用体能训练 来锻炼肌肉一样 去锻炼出决心 决心 不是被训练出来的 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去认出它 佛陀教法的重点 可浓缩为意 心是一切经验的源头 改变了心的方向 就可以改变 所有经验的品质 当你转化自己的心之后 你所经验的一切 也会跟着转化 有点像是 你戴上黄色镜片的眼镜 你看到的一切 也突然都变成了黄色 如果戴上绿色的镜片 那么你看到的一切 也会变成绿色的 佛陀常常把本然心 比喻为水 本质一直是清澈 干净的 污泥 沉积物和其他不净物 也许会暂时让水 变得浑浊或污染水质 但是我们可以将这些汇物 过滤掉 让它恢复原来自然的情境 如果水的自然本质 不是清澈的 那么不管用再多的滤网 也不可能让水变清澈 只要一天 没有认知自己的真实本性 我们就会一直受苦 认知自己的真实本性之后 我们就能够从痛苦中解脱 一切现象都出自于心 心是空性的 现象只存在心中 除此之外 并不真实存在 然而 现象并不是虚无的 这就是法义 空性深奥之处 空性和决性 不可分的道理 就和湿润之余水 或热度之余火焰的 不可分 是一样的 无论我们 认清真实本性与否 真实本性的特质 一直都是不变的 但是当我们开始认知 自身具有的真实本性之后 我们就开始转变了 生命的品质 也会跟着改变 就像一把火炬 就能驱散 千节累积的黑暗一样 然而 在到达 与空性融合的境界前 心必须坚强 稳定 且沉迷 这也是我们禅修的原因 此时 持续的精进 用功 非常重要 因为散乱心 比幻想或强烈情绪 更具渗透性 它犹如无关紧要的翁翁身 却能遮蔽我们自然沉迷的心 从禅修的观点来看 懈怠是会控制心的特别方法 能让心整个退缩到自身之中 懈怠有种逐渐枯竭的特质 仿佛我们的生命力极为低落 它侵蝕我们最深的根底 以人的舒适 为第一优先的面貌呈现 而懈怠的根源 就是执着 执着熟悉的妄念 与散乱的念头 所带来的舒适感 我们宁愿 以为追求这份舒适感 而不愿确实地遵循禅修之道 所获得的心觉 这样的懈怠习性 是禅修的障碍 为了平息我们 不断造作的习性 祝佛教导我们 医治一个所缘境 一旦习惯这个所缘境后 我们的专注力就会平稳 面头生气实 不要把它当作是禅修的缺世 但要认知它是空性的 认它如是呈现 所以 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 放下念头 变化就在每次 一个呼吸 一个念头中发生 每次心回到呼吸上 便更远离 对散乱与恐惧的执着 更接近正午之道 也是开始为自己 掌养慈悲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书法禅 写好字 疑心养性 安定心性 授课老师 许志胜老师 学经历 国立台北师范学院 师事王北越 江玉明教授 专政书法 钻科艺术 现职 新书员书画教室 书法专任教师 林山书画工作室负责人 课程简介 历代书法 名家名模 生活书法 艺术创作 教学方式 1.古仪赏西 2.字帖临摹 3.应用创作 上课时间 3月16日起 每周四下午 14点到16点 上课地点 慈悲日夜 东山吉祥书方 上课地址 宜兰县东山乡 东山路二段 478号 洽询电话 03-9580-286 03-9580-286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慈悲日夜 花莲中心举办起见三天消灾操建祈福法会 礼拜三千佛明经 点灯 供水 护生 药供 即甘露诗时 恭请法务三众 共同领众 日期 3月18日星期六 至3月20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 160号 电话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大事 2 3 2 2 2 3 3 上师接着说道 错家 这个教研是三世一切诸佛所行经的道路 因为诸佛皆于此自信中觉醒 这是三界众生得以解脱的道路 因为众生皆于此自信中得以解脱 这是我被马的了物 因此错家要谨记在心 夜远尚未成熟的众生 若听闻到这个教研会心生恐惧 若毁谤它将堕入地狱 对那些夜远福报合一的众生来说 这个教研就有如镜子 只需领受即可获得解脱 因此 现在不要宣说 而是将它埋藏封印为珍贵的宝藏 我将它交付于夜远成熟的有福之人 由它来开启宝藏之门 上师如是说 总是每一位友情众生的制药关键 是为觉醒的心 每一个色身和每个心的状态 都会变异且为无常 友情众生具有四种投身方式 最初之所以出现 乃因未能了悟自心的缘故 接着 由于不了悟自心 故而留住 由于不了悟自心 所以友情众生继续在娑婆世界中流转 他们只要认出 这个从未生起这个从未生起的心 这本出清净 本自极有的了知 他们便已在自身之中找到觉者 在众生了悟这个自心自信 并平等安住的那一刻 且不为这个心做任何努力时 他们便已经在这广貌之中觉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